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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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中国当局表示 今年的目标是选择5%的经济行动 中国第20次三中全会的制定 做一些经济行动策略 最受国家主义 在过去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 特别的制定影响经济 等级方向 以及这百年配尽改革开放 自教育经济专行到 持人化经济 以及93年令科社会主义 持人经济 理工一三年再次变 确定 持人家序资源分配 政党全会十八毕没 留委会主义 库水经分析 中央应该散布 有社会主义 地式的政策 来解决经济不好的问题 从分配 强管制 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公有制 等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 酌情政策 进一步推动 财税改革 能不能起一个所谓的强心针 能不能起一个所谓振衰气壁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看起来似乎激励并不高 下这任何这边三中全会 是没法对这国内 中央经济状况有什么大影响 主要的重点是 现在发现的定期改革 另外也开始另外一波 共冠军鼓掺人数变动 计券中善不住 我们看这个新闻大面 其实你有注意到 不管什么都没想到 这些消息 有误明 所以不就是人家 有的越来越努力 不如你讲 而且那个网站上头 过期我们看网站上头 每一天 這石珠石的動態 都是 但這次都抗拔 所以不得不來猶說 這次三中全會 雖然我們不是一般的節目 不必讓老師來猶這個 西班牙老師來講說 這一家老師有憑到什麼不一樣 這個氣味 還是你觀察到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但這次大條 拜託會啊 老師你會先讓我太多條 這是跟以前都不一樣的 第一點 是怎樣 拖到現在才來開 一般應該是 九個月 這就是標示 標示說 他們的習慣是這樣 不說是 不要開花 是來問關起來 我們來討論 討論之後 有結論 有共識 就出來 再來開花 開花是表演的啦 表演的 那不是橡皮圖章 看起來是橡皮圖章 不過他不是 應該是 來說才對啦 我們是公開的 開花 開花 對... 萬家來討論 怎麼說事情大條呢 大條就是九個月 九個月擺不平啊 來撿撿撿撿 這裡 兩件事 一個人數的 一個政策的 聽說是你的飛進軍喔 對啊 人數的都很難處理了 國防部長啦 李尚福啊 還有那個外交部長啦 外交部長啦 陳鋼啦 這種人 還有火箭軍 很多啦 這種 這種事情都很難處理了 第二 就是政策 政策啊 可以分三方面來說 第一 東來的政策 第二 國來的政策 第三 國際的政策 國際的環境 這三項 對習近平來說 都很難處理了 他寫得很可憐 他說好軟的肉 你都吃了 我中的骨頭 變成我來掛 對 以前就說了 他說好的東西你都吃了 剩的都是骨頭而已 現在不可以說不對啦 那不是轉播啦 轉播的事情 但是你會說 捏到別人 說到主題 差不多啊 就說他要改革嘛 對吧 多少高 高官 所以老師你認為這個基鐵裡面 這個火雖然可以開閃 事情有消耗嗎 看起來 看起來壓閃 看起來壓閃 就一個幾個怪現象 一個很怪的現象 他十五開閃 十五開閃 十五開閃時 那時候新華社 新華社燈一個問題的文章 不然兩天就拿下來 這種事情 但是這是... 這以前... 以前... 不能想像的啦 不能想像的啦 這種事是什麼...什麼原因 沒有怪人 它有用到這樣 我看網路上頭 好像他在現場 看就說 說什麼 一個人砍下去 怎麼轉呢 也可能啊 這也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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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收拼啦 沒那個鏡頭啊 來我們看新華老師 你們怎麼下去沒消息 沒有下去沒消息啦 我們知道 今年兩回的時候 有一個相片 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嗎 就習近平拿一個杯子 這樣喝一個 那麵很燥的 這樣很痛苦的 那時候大家就說 習近平可能有杯 要吃那個油 我聽說他喝到水不燙 應該是油 沒有人說水這樣喝 這樣很痛苦的 現在就傳說 他可能中風 當然因為他沒有公佈那些壓扁 大家會這樣想 因為正常在開杯的時候 應該是說總書記還是主席 像沒有這樣 立場 大家在打破話 他應該會說話 開這個正式的杯進場 其實中國是這樣 他要有一個分風杯 分風杯就是說 這次要開這個大杯 很重要 很重要的 跟記者來分風 對 前半檔就要準備了 什麼議題來大家分風 你的意見怎麼樣 決定之後再來開杯 大家可以比考 鄧小平開的十一屆三中前衛 過重的杯 他要決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他要決定說現在開始要改革開放 很重要的事情 也沒有像這次這樣都沒有人看到 都沒有人知道 表示說進前都已經定案了 所以很順利 不過現在可能還有不一樣的意見 我覺得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說 通常這個三中全會是對這個比較大的政策的定案 尤其是經濟 大部分都經濟 大部分經濟 十一屆三中全會 就是正式定調改革開放 雖然也就是說什麼 一個中心 兩個基本點 一個中心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就決定說現在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 有一個公法就說 不然現在還是社會主義 現在初級階段發展 賀貓賀貓 會抓老鼠的貓就是賀貓 所以要發展經濟 兩個基本點就是說 四個堅持跟改革開放 大部分都跟經濟有關 這兩點跟習近平現在說的差不多 他說改革開放 不過他的政策好像回到毛澤東的時候的計畫經濟 連農村也說要建立 公銷合作社 合作社 合作社 跟毛澤東的時候是一樣 這是 因為我是覺得這樣 因為為他前後 中國的經濟很壞 他說有好的政策 早就拿出來 不用等到現在拿 所以現在三中專會其實是這樣 他們兩派 一個是刺激經濟 一個是改革 不一樣的意見 所以老師 你是認為說是兩派對經濟不一樣的 對 其實習近平跟李克強對經濟發展 本來就不一樣的看法 不是說你說的 不管黑貓白貓 抓老鼠是好貓 但是這兩個到底倒一個是好貓 沒有辦法刺減一下 但是你知道現在 但是他現在白癡到連尿刺就沒有了 對 經濟問題這兩個派對可能都沒有信心 因為太貓減中氣 不敢主張告帝的意思 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這個度表上頭 觀眾朋友有一個概念 他這個叫做三中專輝 到底這個中是什麼意思 是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差不多是百八的還是百九的 老師 三百七十 三百七十個 三百七十個左右 這一中 二中 三中 那不是建中 副中 那是第一處 中央委員 全國代表大會 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 七中 一處都差不多五年一次 我們就看五年一次要開就七中 剛才老師都有說 三中 全國代表我們都來決定經濟 譬如說 這個 一九七百年第一 十一回 老師剛才說 結束 結尾經濟 改革開放 二公共三年第十六回 高雷非公優制度的經濟發展 國旗改革建立現代三款最多 這看起來真正面 但是這一處 沒結局 接下來我要請教到林老師 林老師 剛才童老師就開始說了 從幾年開始 我們來看第二張 從二公二二年 美國的空軍大學發佈說 關於飛濟軍的上市補給 說這個高層有涉味 所以多年 二公二三年 哇 他就開始處理這 加飛濟軍 這是有稍微關聯 還是軍機你們的了解 這到底是什麼教學書 頭一條我要說啦 是李空二二年 美國空軍大學 這個Case 它不是大學 它是一個智庫 它是空軍給大學支助的這個智庫 那這個智庫 它這個報告 它是說火箭軍高層 有這個失敗在的 還是怎樣 很多人在說的 但是我是想說 因為那篇報告 我也有看過 我內面都是公開資料 對啊 有人說有這個 也不是普通 你要花時間去看啦 你要去NQ啦 你才會知道 我是想說 怕你火箭軍有這個問題 不是這個失敗的問題 怕你的問題是歐洲 是這個歐洲的問題 貪負的問題 因為我們來看喔 李空二二年 佩洛西來台灣之後 火箭軍他就燈火燈 中國大陸他就燈 CCTV 他們的電視台是說燈10個燈火燈 來靠近台灣這裡 但是我們的雷達 我們是看到10個燈火燈 減五顆 對啊 五顆去哪裡 五顆去哪裡 這個最重要的 所以那是五顆拿去歐洲 不是歐洲啦 沒有啦 五顆 燈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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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燈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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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還有火箭軍以前叫二砲部隊 是離控一年 他們才變成火箭軍的 所以其實中間這一段 可能是有一些問題存在 那我們後來來看喔 離控二年 OK 這個裴洛西回去了 然後火箭軍這件事刷了 就作為火箭軍的高層 副司令 參謀長 或者是他們的政委 還有司令員 全部都不見 就是有的被抓有的出什麼事 那後來呢 他們換上來的是誰 一個海軍的 一個空軍的 這兩個人都沒有火箭部隊 工作的經驗 所以現在會變成習近平 我寧願找一個沒這麼普通 但是他聽我的話的人 來做這個位 先把這個掌握住 因為習近平他也知道 中共一句話 黨指揮槍 可是槍桿子出政權 我一定要先保證住 這個軍隊的掌控性 我才有其他的這個黨的發展 我會覺得這才是一條人數的事情 先把他做得好 才有經濟 才有安全 才有其他的議題 是 那我給馨老師補充一下 好 我們聽說這次三中全會 大家總是說有臨時的問題 臨時的問題就是外交部長秦鋼 另外就是國防部長李尚福 但是李尚福現在已經雙開 就是說他的董事 政府政府的事務都已經沒了 其實他是中央委員 如果要換一個中央委員 不用說開會討論那麼久 因為早就有人 董軍就是新的國防部長 開會說這個案 補起來就好了 對 董軍第一部李尚福成為中央軍委 其實要討論 其實要討論 但是為什麼會討論 大家這麼重視 第一個就說為什麼會討論 我們知道習近平的掃灘 是為中央軍委副主席開始 後來是總裝備部 政治部 然後國宏大學 現在怎麼會是會討論的 大家知道網路也說 那個開放軍用那個 飛機的燃料在煮火鍋 什麼發射 沒有辦法打開 其實第一例就是 剛才遇到美國空軍大學的報告 第一例原因就是泄滅 因為大家都說是李玉超 他兒子在美國討論 李玉超用透過他的兒子 把這個逼避給美國 這是第一例原因 第二例原因就是說 他的派遣 因為火箭軍 因為跟火箭發射有關係 他的國防產業其實有 黑色很嚴重 這些中軍這些蘇聯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小小 為衛鳳和開示 到周亞 年到李玉超都有 所以換下來 第三個是 跟台灣有關係 就是說 其實這些飛進軍 這些總裝備部 他都很了解美國的飛沿多厲害 他也知道你拿去煮火鍋 你還沒辦法 本來十五顆 變十一顆 他就知道打不去美國 但是習近平要求說 你要準備打台灣 他就跟他說 但是打不去美國 習近平說打不去也要打 就是衛戰說 走到美國太前 所以習近平就說 你們這裡不知道吃飯 吃什麼 米酒 根據這三個原因 整肅火箭軍 是 如果是洩密 應該換一個人就好了 對不對 不用說用海軍做蘇聯 用空軍做建議 對 表示說整股的都有貪腐 整股的大家都有問題 這樣比較換掉 是 但是我要大家要來關心 到底這個經濟 尤其我們看到這個 他習近平 他這裡什麼都解決家 習近平 他說 用意的 改代歡喜的改決已經完成了 好吃的肉都吃了 好 創的都是派客的骨頭 說到麥塞老麥塞地 還是說其實是真的派 心來很硬 到底現在這個經濟 因為這三中全會 過去的團統社都要處理經濟 我想要請王老師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他到底他是有要處理 或是沒有處理 還是跟人後再來處理 老師 你說處理是去年處理還是現在處理 今晚處理 今晚處理 我覺得他應該都不會處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剛才幾位老師都提到三中 三中是照理來講去年要開 那今年開始應該叫四中 那只是現在開變三中 所以往年四中的主題是政治 所以三中現在開始跟往年的四中合併在一起 所以經濟就少一半了 是這個意思 所以經濟就少一半之後呢 在十八大的四中談的是依法治國 所以換句話說你現在的經濟改革 不再是開放或是國有企業 而是去所謂的他們講的內循環 行政上面怎麼去改革 就剛才幾位老師講的貪腐的問題 或者地方諸侯各自必也的問題 但是他說他要侵犯改革 行政改革 是這個意思 對 行政效率提高 就像我們台灣的叫做一個窗口 戰士服務 他們的話叫放服管 就是把公務人員變得更有效率 而不是整個經濟上面的大改革 那經濟上面他要什麼 在過去十八大到現在他都很清楚 他就是要脫虛向實 也就是他不要服務業 他要工廠 他要半導體 對 所以他不是講自力更生嗎 自力自強嗎 就是講的是科技 所以他沒有要改革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三中之後 中國大陸經濟會變好 不會的 他也不會在這次的會議上面 講說要怎麼救經濟 因為這是國務院總理的高度 不是他總書記的高度 所以三中宣會不會講這些 所以他這個改革價裡面的文書裡面 滴滴滴滴滴滴 我有給他注意看 他說他說 因為這是用第三人稱的方式來寫 他說他叫做了 為GDP論影響 意思就是說我不是只看經濟的行動而已 這就是一個破壞說 我不是只看經濟 是這個意思嘛 老師 就是我們已經觀察到這點 比如說他講我們都已經在台灣 都已經在觀察到 習近平不會在乎那個GDP 0.1 0.2 他在乎的是經濟安全 安全比那個成長重要 老師經濟安全 這是什麼改革的 這個經濟安全有幾個層面 第一個是我要脫離美國的控制 所以他為什麼講 一直講自立自強 我的半導體要自主 第二個 這個我如果要打台灣 我要什麼 石油跟糧食不要被美國控制 戰備 所以他講的是 經濟安全是戰備的安全 還有科技上面的安全 那最後一個是他從俄烏戰爭 看到俄羅斯被制裁 所以金融上面要擺脫 對美元的依賴 所以金融上面的安全 戰備上面安全 還有科技上面的安全 而不是說 什麼經濟成長多少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經濟成長多少 那你可能更需要靠美國或歐洲的出口 所以他為什麼這回 山東全會又講說 要不要遐揚自重 所以我們也不要靠外國 要內循環 這是整套的 但是有一種公反 譬如說康星公照高知 說海外到高知 注意到葉長 他就說這個像青春八孔年代外紀的縮連 那時候就是他這碰到碰到碰到不會走 所以一定沒有你就青春 Golbetchev整個都爆開 沒有就是Golbetchev就像青春第三海 先抵自己 但是他沒有了 因為侵犯改革 所以我必須要像剛才翁老師說 我安全性六條 不可以往國往洞 要這樣處理 但是他這個體制箱 稍等可能請三位繼續補償 議長你先跟我們說 他這個體制箱有一種天性的困難 還是說其實還有改憂 老師你怎麼改憂 幫我聽給他講 我想說這很困難 現在是動輒得救 動輒得救 那就是說看你要怎麼用 你的房地產現在是哀鴻遍野 你就業就業的問題也是很困難 壓不久 他現在要更穩定 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這種情形發生在中南米的國家 早就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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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他說他現在還有一個很廣泛的農村 真的 他剛才看那個社會的人說 我這裡沒頭路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 回去了 他有飯湯家 他有宅基地 他宅基地的意思是怎麼樣 是說我現在 老師你說那什麼 你叫什麼 宅基地 對 我想說這農村的作用在哪裡 農村的作用是說 他現在 可是說你生來有工作 現在的經濟很好 那農村的農民 都變成農民工 他們都走來生來 所以變成井科工 退科修 對...就是這樣 他現在沒工作 我上次去上海 我就問那個... 你那種... 鎮靜的工人 我就說 你現在放開好找嗎 他說沒什麼好找 他說沒什麼好找 我回去了 我要回去了 他說回去了 他還有一口飯湯家 對... 這是很重要的 穩定的一個因素 但是這種事 不知道... 不知道要多久了 你國內也... 你還做多水... 也有什麼說法 說這... 後來農民都變成中現場 變流民的竄 還有一個距離 要不夠了... 要不夠了... 因為他的通知 這個技術太厲害了 來 欣老師 剛才藤議長 有說到農村的問題 說到宅基地 前一個月 我們看到一個新聞說 在安徽 他們買一些錢 要買農民的宅基地 叫農民到西西去住西西的 買房子住西西 農民就說 我去住西西 我的餐什麼要來種 你給我一些錢要怎麼樣 所以現在農村的問題也很嚴重 農村問題就是說 他要城鎮化 不過這個錢什麼錢 不過現在習近平有提出說 他想要回去毛澤東的時候 有一個集體經濟模式 還要在農村建立公銷合作社 等於說要回去毛澤東的時候 農村的經濟政策 不過我們瞭解 過去就是因為農村發生問題 所以開始改變為農村開始 叫包產到戶 農民有一個空間可以生產 生產後剩下的東西 我自己拿去買 我就有錢 現在要回去毛澤東的時候 就是說所以為什麼說 剛才說到那個博客 說習近平是改革家 不過你這不是改革 因為一九七八年是改革 你現在又是改革 應該是生化改革 如果越來越好 就對了 不是改革再回去毛澤東的時候 可能他在三中專會 大家都討論說 習近平 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總設計師 你叫改革家 不過人家都叫你說 你是改革開放總加速師 加速加強速度 加強共產黨毀滅加強速度 民間在說 好 是 鄭老師 在總體來看 他剛才像王老師說 這一個準備 第一 尖對敵人美國 第二 尖對敵人 要打臺灣 而且還叫外國保護法保護 你還在賣中台灣武器 我跟你的這個軍備的火燈 跟鳳之道 客主擴散的火燈 我停止 看起來都沾對這兩項 沒錯 他是沾對這兩項 但是我也要知道 習近平說話是說到內部 是說到中國大陸的民眾 他們跟他們的內部的人 說給他自己人聽 他要跟他們的人說 我們是沒問題的 雖然現在城市有問題 雖然現在 像最近我看中國 他們有很多短影或影片 我偶爾我也會看一下 來面對有人在說 他在上海 上海做農民工 農民工去那裡 他說一個便當 十五塊 十五塊 人頭炸而已 上海呢 上海有十五塊錢 人民幣的這個餐盒 這個在上海很熟 他們說這個很熟 吃這個便當 有錢 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很多這種影片 都是在說在大城市 找這種很熟的東西 可以吃 然後還有 這是頭一條 第二條是他們說 現在沒頭路了 城市都讓尾樓 沒頭路 沒頭路 可以做 所以他就要怎麼樣 回農村做小生意 回到他的老家去做這些 一些原本的一些老家的小生產 小生意 開始有這種回鄉的作用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今天習近平 他更要去告訴內部說 我們沒有問題 有問題都是老美 都是美國 都是外面 都是其他國家的事情 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那同樣今天他為什麼要回到 之前沈老師說的 為什麼今天好像鄧小平講的是 改革開放 但他現在不走改革開放 反而回到毛澤東 類似這種相對來講 比較極權的狀況 可是如果你要回到極權的話 民眾 現在的民眾 跟以前的民眾不一樣 現在的民眾 他們會上網 會去看 他們會知道說 現在外面的世界 跟以前以前不一樣 我們的經濟是真的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習近平要內部管控 我們可以去看到網路 你的一個發言 很多的一些網站 你如果是說話 他不開心 警察就來帶你喝咖啡 就來帶你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強硬的手段 去讓這些民眾 去讓這個政策強力去推行 那我們也看到 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想法 要對經濟去做一些改變 可是這些改變的路線 到現在來看 不是說在兩邊兩個派系沒有辦法決定 是不是習近平想做的 因為如果你現在再走改革開放 會不會會讓他的政權更加的不穩定 這就回到剛剛講的安全 這個安全是先有我政治的安全 才有經濟的安全 安全是我習近平每個人的安全 才有這個安全 才有其他經濟的安全 我才有安全 國防的安全 是 王老師 因為我們不斷在我們自己的臺灣的論述 還是說是美國那邊 還是我們這個網路上頭看到 都一回我剛才問彤老師 很多人都說 他這好像像八孔二代 沒記 這個熟練的政行 但是沒辦法賣 因為中國共產黨 像彤老師說的 這個農村地帶很看 有時候使用這些識業的人 但是我們也看到過 過去中國的歷史上 去變動的都是從農民來的喔 但是因為現代的這個通地的技術 像剛才林老師說的 忘錄請你去喝茶 創什麼的 有的沒有的 就很多 我們也很多 人家說 你雖然小孩 你住在家裡 他住在家裡 他住在家裡 連你住在家裡的故鄉 就把你插到家裡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他也說得很多 因為我認真 看他這本 該結果 他在家裡都說 對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剛才有很多困難 但是我怎麼 他就聚乎 這有真的聚乎到嗎 沒辦法啦 是有幾個點 第一個是完全承認老師們說的 就是還有主持人提到的那個 中國歷潮歷代 農民齊都吃不下 沒辦法 沒有飯吃了 就會齊 最後 所以他們現在 就要老師說的 還有一口飯可以吃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我剛才在 其他在討論聽到的 就是 現在不是很多爛尾樓 大家沒有錢繳房貸 在大陸有個叫做社會信用 你變成還不起貸款的時候 你的就會變黑名單 那你的吃飯都沒辦法吃 刷卡都沒辦法刷 然後你要坐高鐵也沒辦法做 如果你是社會信用黑名單 所以如果你不聽政府的話 或是違法違規 連走路都會有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管到這個地步 那第三個說 那未來怎麼辦 其實從過去來講 其實鄧小平就已經講了 所以習啊 有時候還是在 某種人吐槽鄧小平 他說防止和平演變啊 那美國或台灣的案例 或是歐美的想法是什麼 你的經濟發展到一個地步 就會帶動民主改革啊 那為什麼 因為你從工業 工業是個專制國家 像台灣早期 這個工業是很適合 專制體制來管理的 可是你發展到一個地步 你要轉向服務業 那你要民主要思想開放 要言論自由啊 你不能什麼都管啊 所以要從工業過度到服務業 那你就從專制過度到民主啊 可是鄧小平你講啦 不准和平演變啊 那對於習近平來講 他還要一黨專制啊 所以他為什麼要把服務業給消滅掉 要把馬雲消滅掉 他要為什麼叫很多的做服務業到工廠去 工廠當然才好管理啊 可是你... 所以他本身體制身的困難喔 對 那所以他全部都趕回工廠的時候 就回到我們今年年初講的啊 產能過散中國製造衝擊2.0 因為他全部人就回去做製造業啊 那你全部輸出到全球 那全球就遭殃啊 所以對他自己是困難 對全世界來講也是困難啊 所以他也知道 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是要民主化 可是他又不要的時候 他只好回去啦 所以你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老師在你的想法 你是算中體經濟專家 你如果想如果這張藥要吃下去 你的藥就是民主化 對 要開放 對 而且要跟這個外界 譬如說歐洲、美國、世界來合作 對 才有可能 沒有就不可能了 對 台灣其實很好範例啊 我們就民主化 然後經濟齊齊到現在嘛 但是他就怕說 我一堆一堆就鑽痛了 我鑽痛的時候 我就一堆一堆 整個都飛去這樣 那有可能說 有一個出現一個 加息啦 實境病現在聽到四位的高見了 說好 這樣我來做 那一堆時 我開明全座 一手落經濟 這手 這手 這手把整體落到 要經濟慢慢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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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風機就合併 煙變 這種可能性完全不存在 沒有啊 沒有沒有 你看李克強 李克強已經過世了 李克強實在 他的slogan是什麼 大家都忘掉 萬眾創新 大眾創新 雙創 現在誰來給你提創新 所以李克強就要開放啊 你要有創新啊 要有服務業啊 要靈活就業啊 齊俊瑩都不要啊 所以他不會走主持人說哪條路 他就是走回去毛澤東時代 這如果走回去 這陀老師 這如果走回去 毛澤東的時代 這看起來是很怕人的 一種體制 對啊 鑽腳後這個合作車 接下來人民共車也出來 我是說齁 這裡沒那麼難 現在的時候 習近平呢 他可以說 用他的優勢 過來撐撐看 再來試試看 他的優勢幾度 他的優勢幾度 他說他的 比如說 他的薪質的產品的競爭力 薪質產品什麼 電動車啦 那什麼電池 那什麼 賺他賺錢 對 那還有呢 高科技 高科技現在讓美國卡脖子 卡掉了 那很困難 要不然這裡你看華為 華為就突破了 對不對 那這裡還有一點空間 還有一點希望 不要走到毛澤東那時候的進行 我說 現在還還可以 還有一點點希望 但是老師 你剛剛有贊成王老師他講 他說 只有這個改革開放民主法 這條路才有辦法改革 沒有這個體制到時候 他還要這樣變成走來走去 還要死人了 而已 我說還不見得 不見得是怎樣 你一個開放更亂 崩了 對 你現在看他人口的結構 他現在差不多 二十七%的人 是農民 台灣多少 台灣三到五% 美國多少 不到一% 這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是說 農民 他是移動的這種 這種比率 比較低 你工商業的 那個工人 他的移動的比率比較高 他就比較公平 講究公平 社會流動 對啊 社會流動 農民的 跟工人都不一樣 他說這個農民 第一 我剛才說的 這是穩定的影響 第二 他說他現在用這個穩定的基礎 他還可以穿一口氣 但是如果突然感染 農村來揣現一個目的 他說說 不對 你們這裡賺錢都吃虧骨頭 我還在家裡 改進結業 不是 為什麼 農民的生活 比以前 比較起來 但是 這都是相對的 不同感 相對的不同感 是還不夠 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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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一天 我五年前 十年前的 我的生活來比較 我現在是 是不錯 就是說 你剛才說的 那是農民的思維 還不夠那裡 還不夠這個相對 對 你城市裡面 那是不一樣的 現在就有這種選擇 謝老師 剛才說到農村跟農民 其實中國以前有 有所謂的山農問題 沒想到那個領德林 想要解決這個農村的問題 其實到現在都還不完全解決 我覺得現在中國農村的農民 是像菇菜一樣 很大 然後它掛起來 韭菜 大家都 這個農民是韭菜 你掛起來的 青菜 你青菜 青菜生 我就青菜掛 我也讓你肥料這樣 現在關鍵是 不是說每一個人有一個飯堂吃 現在關鍵是說 地方政府已經破散了 沒錢了 他要找誰投錢 就叫農民 所以為什麼說 你這個地方 我給你稍稍買起來 你帶去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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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你社區的基金 我給你投回來 就是說農民本來遲了這個山田 不過這個山田是宅基地 政府把他收回來 另外說政府給一個補助 現在要把他投回來 所以現在這個農村的情況 其實很困難 就是說 我不是經濟專家 我們知道要解決這個經濟問題 一個是生產 生產擴大 一個就是刺激消費 現在習近平說 有些薪質生產力 就是說有新的什麼AI 晶片 有些薪質生產力 大幅生產之後 可以解決這個經濟問題 不過這條路是不對的 因為你薪質生產力 一方面你的科技 可能不像美國 第二就是說美國跟西方國家 幫你製裁 你沒辦法立場像台灣 這麼好的科技 第二就是說 習近平說刺激消費 就是說我們過去有發消費券嘛 習近平說沒有 不能這樣做 因為你會讓人民批斷 他知道說政府的本錢 我就不愛做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他不知道說刺激消費 帶動那個經濟發展 就是說他的想法 可能受到 他可能以馬列主義的博士 可能還在想生產力 生產關係的 馬克思主義這些理論 那我們知道說 現在我剛才說過 內部現在就是對這個經濟 政策不一樣看法 我是覺得現在在三中專會 可能對經濟要怎麼做 不一樣的意見 不過對習近平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說 共產黨結束接種 他繼續做冷凍 你經濟比較壞 不重要 因為你為了經濟比較好 再回到過去貪腐 因為要自由 要開放貪腐 還不如緊縮維持共產黨的執政 維持習近平個人的權利 跟地位 但是林老師 這世間平有感受到說 如果越開放我的政策 會給他條件 甚至我作為主席 他已經第三次了 他剛才有說 覺得後面有在政變的關係 還是說 他的確有感受到說 他這太主動 紅字台神志公吉他的牌 已經在那裡想說 我學生我的 我就是要給你下來 就是現在 他在做第三任 第三任期 就是這個第三任期 大家都在看 看你是在閉什麼網 第三任期 第一次有人這樣做 你會做得怎麼樣 如果現在你做第三任期 但是你看得閉閉閉閉 別人看你都沒破破 你沒做得好 你現在甚至你把共產黨的家業 給敗掉 這個是對共產黨紅二代 全體共產黨來說 是不能容忍的 他們會認為的是 今天給你這個機會 你極權做到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去維持 這樣的一個政權的話 那你反而是造成更大 所以你認為他們當來有這種氣氛形成 過去是有 但是現在習近平 現在也沒有人敢挑戰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其實是剛剛經濟的問題 薪質生產沒有錯 但是在這一個資訊 在這一個AI 你要的是創意 這些電腦的這些人 他們在做這個駭客 還是什麼的 最重要的就是要開放 要自由 要自由 他們要的是一些創意 但是這個是跟今天共產黨的政策是強繃的 這會變成今天 如果我也知道 要這樣做經濟的開放 我要走這個資訊 要什麼什麼樣的 可是今天對習近平來說 極權才有安全 要先掌握自己的權力 才會有他的一個安全 這條是共產黨現在對習近平來講 是沒有人可以去跟他喊動 是 王老師 他知道童老師 童議長的意見 就是說 他還沒辦法那麼長 他可能還有可以燉一下燉一下 他現在靠的就是靠 我還有兩人可以賺多個人的錢 但是現在因為台南的輕銷 可能會產生問題 因為很多人 二十年前也有人說中國要崩掉 也沒有崩 但現在呢 現在這種客輪還出現嗎 這有兩個問題 主持人問很好 這是我們現在長期在觀察 這兩個戰術 我覺得要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是經濟會不會崩 那崩了不代表社會也會崩 這兩個戰術 對啊 那社會崩也不代表這個掙錢也會崩 對不對 所以回答第一個問題 我們認為最快今年底甚至明年經濟就會崩 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個 這禮拜才剛公佈 答案揭曉 房價持續下跌 上個月何立峰他們副總理 才宣佈一大堆利多 房價還是不給面子 叫熊 然後上海證券 才跌破三千點 就除了外資在跑 他們自己也不買 然後第三個 國有企業的投資也在下降 最後一個 他們高科技的產品進口 在減少 已經超過一年多了 所以沒有原材料 所以他們企業基本上不是產能過剩 是因為國內根本沒有消費 只好被迫往國外消 他們自己本身產能在萎縮 只是國內的消費萎縮 萎縮得更快 所以呢 從這四個角度來講 我們認為經濟最快在今年底 甚至兩三年內一定會出大問題 老師你認為房的這個定義是什麼 它的GDP落了負勝中 還是說沒有 減少百分之五十 叫做棒 經濟會副成長 這是個好問題 因為他們經濟數據是做出來的 所以啦 所以這要怎麼觀察 我們的觀察點應該是 他們有在很多大型的房市 像恆大 碧桂園 萬克 我們那時候我的個人定義是 前面五十家會全部倒掉 喔 不誇張啊 恆大已經倒了 這真的議長說的事情大條 對啊 恆大已經倒了 碧桂園也倒了 碧桂園 萬克也倒了 世貿 現代中國 其實早就超過二十家以上 只是現在中國大陸撐著不讓他倒而已 那現在那個沈老師都講嘛 財政也不行的啊 所以你還能撐多久 讓他不倒 所以崩的意思是說 至少前面五十家應該撐不下去 等於我有時候一直印鈔票啊 就只能一直印鈔票 印鈔票匯率就會貶值啊 所以那第二步驟會不會有社會 我沒關係 我來順錢就好了 所以第二步驟就是社會 內循環道就是社會 印鈔票自己 像北韓一樣嘛 所以呢 他們忍受度到底有多高 那時候另外一個學長跟我講的 我們覺得一百塊 我一頓飯 我裝不到 一天裝不到一百塊 我就抗議起義啦 說不定他們容忍值很高啊 一萬啦 對不對 所以你的容忍值跟他們容忍值不一樣 這個湯老師大概意思 這也要一樓觀察 對 所以你經濟不好 對他們來講我們可能就抗議了 結果就反叛了 他們經濟不好 你看那個鄭州的問題 錢都被騙光了 也沒有 也就這樣過去啦 對不對 桌州那個公寓這樣被淹掉 我住的地方 身家性命都沒了 財產都沒了 也沒抗議啊 所以他們的容忍 社會穩定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這個是後續要觀察 林老師 這就是為什麼他怎麼會抓這個黑色的官員 因為為什麼你沒錢吃飯 為什麼你家裡沒錢 都是這個人做的 這就是餐廳什麼 你要找一個敵人 你要找一個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獵女巫 你要找一個對象說 為什麼你沒錢 為什麼你會怎樣 都是他的事情 都是這個要打擊的大財團 所以我們要看以前馬雲有沒有 現在阿里媽媽安裝安裝安裝 他會有很多政策 就是要說好 你錢要出來安裝 他就是想用 他這部要這種有錢的企業 從錢拿出來 這個錢可以拿去 其他人用這種辦法去做 老師你這樣說我才聽到 我知道他現在開始在退稅 現在是退縮三十年的稅 這就是欠錢欠錢得很厲害 是啊 但是這個有一個人 才是欠稅也好 還是說這個大財團 都小 這個打黑色這件事 最怕會不會停止 心老師 我們知道你說堆稅三十年 現在堆貪腐也三十年 對啊 就是現在最近我們知道 宋祖英 宋祖英是以前江澤民的情婦 他現在也讓習近平對他說 他之前有開軍隊的錢 在海外做三重的演唱會 宋祖英這多久以前的事情 一個策劃的人是曾慶懷 曾慶懷的曾慶懷的弟弟 還有一個是蓋風軍的小重 古早以前的弟弟 當然可能這個是尖堆宋祖英 尖堆曾慶懷 但是你知道他現在就是說 你如果貪汙黑色三十年 我把它堆回來 但是有一個問題說 如果說要堆三十年 現在是台上的軍二代 這些官員大家都清潔 我才不相信 你廣東都掃了 送給你 都沒人了 對啊 都沒人了 送給你委屈建復 如果沒有抄子頭 事情就是肥子 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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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事情大條 你總是要收拾 到底你覺得 石建平要怎麼收拾 他接下來還有四重五重六重七重 這是很困難的 但是說看起來 看起來就是說 參加一個台式拾白 他來拾...看...看...看可以拾多久 但是我們很怕說他拾 他最好買跟電費給我 來打台灣來改館 那我是說... 拾不會啦 拾不會... 沒到這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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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不過... 現在川普要來了 喔... 事情又... 更大條了啦 他又拿下去了 對啊 老師你覺得 因為他會想說 我過去來打台灣的改館 其實我們看 19500年 823的炮箭 那個時候 剛好是大腰筋了 大腰筋的時候 對 中國經濟很壞 可能... 有可能說 鑽魚又來拾店 打一場 他感覺不會輸 他會見證 不然我們很高興